慧米姐其實今天製作人問了我一個問題 說因為我是唯一一個算是近期有跟橘子在法院交手的人 六月份的時候我被柯文哲告 然後橘子人在日本飛回來為了替柯文哲作證 所以製作人問了一個問題說 你覺得橘子到底是愚忠還是聰明過頭 我想到了那個以前小說常看的劇 就是這位橘子到底是聰明決定 還是幕後黑手 還是姓柯陳詩 歡迎收看玫瑰同靈眼那種感覺對不對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題目無法回答 但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本來在三四月的時候 當時大家討論柯文哲案子 台志光案還是甚至四北科的案子 都比金華城案討論度來的高 突然到了這幾個月金華城案急轉十下之後 橘子的角色突然浮現 現在他的關鍵來了 人在大阪人在日本居然被人目擊了 爆料的是臺北市議員洪建議 前幾天他說有一個朋友 而且是洪建議議員 信得過的一個朋友 他看到一個五官跟橘子長的幾乎一模一樣的人 結果衝過去準備要拍他照的時候 橘子突然把口罩戴上 跑走了 跑的時候突然發現另外一個令人覺得很誇張的資訊就是 不是一個人跑 兩個人跟他一起跑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依據洪建議的看法是說這代表說他在大阪可能有同夥啦 不然幹嘛一起酸你跑你的就好啦 所以假如有同夥現在林冠年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會不會這個不是同夥他身邊是把他扣住的 為什麼因為你在海外現在很危險嘛 看起來有各方人嘛 可能會對橘子不一定這麼有利嘛 第一個人嘛 有沒有可能 我不管是民眾黨的 還是說是知道柯文哲案子的 還是威京集團相關的人 根本不要你回台灣 你回台灣 最開心的叫柯文哲 柯文哲就可以出來了嘛 對啊 所以民眾黨應該要呼籲橘子回來啊 證明柯文哲清白 然後回來之後柯文哲就可以從這個看守所出來嘛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知道裡面搞什麼事情 不希望橘子回來嘛 第二種人是直接講白了 要你手上錢嘛 如果真的外傳所說的 無論是冷錢包 還是說手上真的有現金 橘子快去 橘子四百萬故 還是其他理文中跟他的錢有運過去的 直接手上的錢 什麼三口主啦 什麼那個 其他這一堆要他錢的人啊 這樣太慘了吧 對啊 所以第二種人就很危險啊 對趕快回來 溫馨喊話 第一種就是你要不要回來隨便 但第二種是溫馨喊話 第三種是 要求你永遠閉嘴的人 我覺得這超恐怖的 誰會要他永遠閉嘴 誰知道 橘子知道誰的事情 斷點 不知道 把斷點射下來 這個斷點 斷了之後呢 有一些證據 檢方永遠就沒了嘛 我的天啊 所以現在有另外一種可能 這三種人希望 橘子不管是要他的錢 要他的人 要他不要回來 但是橘子有沒有可能如外傳所說的 有可能在護照到期的前後 直接就酸了 飛到香港去 那這裡是我們現在簡聯 老實講啟動我們跟日本的合作 一定要至少把它行蹤看好 因為如果不管是正式飛過去 還是說現在護照被註銷了 統治飛過去 如果跑到香港 那是抓不到了 國台辦會罩他 會嗎 會抓到 當然會罩他 要保護柯維者是不是 可不可以多好這陣子 你回想一下 大鏡手人有一個叫國台辦 沒有啦 因為我沒這麼有信心啊 因為陳友豪怎麼樣都不回來嘛 雙城論壇那一桌 對啊 是不是國台辦的好朋友 所以我那個 搞不好有保護傘 所以千萬不能讓他離開日本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呢 也呼籲所有現在台灣朋友 我們的國人同胞 在日本玩的 現在搞不好有一個好康的來了 就是抓橘子可以賺錢 來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呢 這翠就傳出了一個說 那個有代購粉專喔 影片說 在日的台灣人 眼睛睜大了 抓到橘子可以賺外快 原來提供線索 能夠獲得新代幣 五萬到一百萬獎金 網路上討論到底有沒有 陳太少 至少也要跟那個 大股那個 第五十顆全員打 那個錢差不多 沒有那麼多 我跟大家講 大家可能要稍微失望了一下 錢沒有這麼多 我認真去查了 這是調查局裡面 針對幾個重大的犯罪 什麼殺人啊 洗錢啊 還有這個錢 然後要被調查局列在通緝名單 而且本局規定提列 可以領獎金的名單 目前橘子好像還沒在領獎金名單 但有可能隨時列 列了可以賺多少錢 我跟大家講 不要覺得一百萬 一百萬要無期徒刑的啦 橘子如果真的是洗錢罪 你們很狠耶 洗錢罪喔 他有可能被判七年以上未滿十年 就是有洗到什麼 一億元的這種 那就三十五萬到五十萬 也不錯 如果洗得少一點呢 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期凸顯呢 十五萬到二十五萬 一點小錢 零用錢喔 如果在日本玩了 呂費可以賺回來 呂費可以賺回來 還不如買那個周杰的黃牛票的錢 有點貴 有點貴 好 最後我來講正經喔 巧合啦 真的是很巧合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局子回國的時間點 如果依照現在周刊的報導是 三月份的時候 柯文哲就跟他講 酸趕快逃 可是後來到了八月二十七的時候 局子突然回國 我都不跟你討論五月六月的事喔 八月他突然回國 結果在回國的當下 應小微被拘提 是 這有沒有人聽到什麼消息 為什麼呢 八二八 檢聯隊 應小微跟沈慶欽發動大規模搜索吧 發動搜索前一天 局子突然回國 時間點非常巧合 八二九更巧 局子飛去日本的當天 大家記不記得那天 柯文哲幹嘛 鞠躬道歉 開記者會 靜待民眾檔調查 而局子飛去日本完 柯文哲道歉完隔天 柯文哲就被搜索 我說真的 我講到這裡就好 黃國昌不是叫那個 司法法治委會要查偵查不公開嗎 查滴滴答答什麼 媒體怎麼知道啊 名嘴怎麼知道啊 這包查 真的有偵查不公開的話 有沒有人洩漏給柯文哲 這才有嘛 有沒有內鬼嘛 這要查 這一定要查 好 結果到了830 柯文哲已經買好機票 要赴美 就這一連串的 就是有接到消息嘛 我覺得這個部分 檢點如果要查 正常不公開 一定要查到底 最後我講一下 現在看起來斷點 除了柯文哲 本身跟局子的斷點以外 他的家人 似乎也在某某程度 盡力跟大家講 跟局子 沒有這麼深的關係 第一個是他的父親 他的爸爸呢 跳出來接受媒體採訪 講了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 很少跟局子聯絡 局子長大了 上一次見面呢 是在除夕 年夜半的時候吃飯 可是矛盾的地方是 你一方面感覺跟他不熟 這我們尊重 家家有我們難念人經 每一個人的親疏遠近不同 可是他突然話風一轉 又對媒體講說 沒有啦 局子對財務一竅不通啦 不可能是貼身暫房 暫房 你一方面講說 他對財務一竅不通 一方面又覺得跟他沒有聯絡 這兩個本身是矛盾的 如果再加上他的舅舅 局子的舅舅 接受那個律師詹進健 因為他們認識嘛 詹進健是杜聰明基金會的顧問 去跟他舅舅問 那局子狀況呢 他舅舅講說 局子不是日本人喔 先澄清 結果後面話風一轉講 也沒有跟局子聯絡 這某種程度有沒有可能 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 真的家人跟局子沒有這麼近 這我們尊重 第二種 其實是家人某種程度 隔空竄正 要跟大家講說 我沒有跟局子聯絡 我覺得近代檢聯調查 好 其實到柯文哲的事情 越演越烈的時候 我記得柯媽媽也講過一句話 一人一家家 他成家之後 我們就很少再去管他們 柯家的事 這不是這個 一定程度的進行切割 但不論如何 這個局子的拼圖 一剛開始大家聽到的 可能是說 他我們聽到了幾個拼圖 就是說他是不是權限很大 所以當柯文哲 要用朱澤成的時候 他可以說沒有缺了 市長沒有缺了 覺得他影響力蠻大的 第二個拼圖是怎麼樣 第二個拼圖就是說 他這個可以幫柯 當柯文哲的FBI 他到處監視議員 把東西丟到群組 讓大家去公審 就就是說他這個人做事 是不是也有點為了柯文哲太衝了 第三個 是不是真的可以為了柯文哲 拎著錢包就流往海外呢 橘子的爸爸講了 他對財務金融一竅不通 大學畢業之後沒有工作 我想請教Grace 如果他對財務金融一竅不通的話 他對錢是不是只擔任了搬運手的角色 搬去一個地方 接下來進一步處理的就交給了專業的來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搞不好連洗錢罪都沾不上啊 趕緊回來吧 我還是柔信最後呼籲啦 甘嬤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叫你 你敢不聽啊 我跟你講 你被通緝了 我跟你講你這樣一逃可能要二三十年 一回來你就真的變成阿嬤了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而且我是真的不建議你做桶子去中國 因為我知道橘子不太喜歡那裡 你去你會變同甘 不好 好 那重點來了 這個剛剛大家就提到這個鬼故事的部分 我們瑞德哥剛剛有講到 民眾黨搞什麼鬼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比我更會幻想的兩個男人 一個叫王瑞德 一個叫鍾小平 他們在兩個月前就講冷錢包 他們就在講冷錢包的時候 民眾黨就說科幻小說 就算媒體爆出來 他們還繼續說科幻小說 可是奇怪 這個禮拜突然間前幾天 陳志然畫風一轉 拿出一個黑色的套子 這套子是柯文哲他家的套子 這個套子有可能是陳佩琪交給他的套子 那套子是紙做的 那裡面到底是什麼呢 說像是游遊卡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柯文哲款 我想到的功能不是游遊卡一樣 我想到游遊卡我就想到頗多野 好 我想到邱玉凱 是不是邱玉凱出力的 好 我們就想到 盒子上面寫什麼字 就跟這一模一樣 寫這個 QO Wallet 而且是S版 就這個一模一樣的 我打開給大家看 這套子裡面終究裝了什麼 確實有一張卡 他說像游遊卡 我認為他在切割啦 為什麼 他根本不是一張普通的卡片而已 我們翻過來看 他上面這是什麼東西 來 我們來呼叫他一下 嗶嗶 丟到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他會閃 閃了之後呢 他剛剛有跟你說hello hello完之後他就說 Please prepare 希望你趕快連結 為什麼 這卡裡面是有晶片 有按鈕 又有螢幕的啦 好不好 那我在這個卡片 像那個紙片計算機 對對對 裡面有晶片 所以絕對不是像陳配 這個所謂陳志涵說的 只是一張像普通的游卡 根本不是 好 另外我跟你講 在這張卡片的允許之下 我就插入了這個 他是可以插進去 然後呢 又可以插這個USB 幹什麼 因為這需要充電 所以這是充電的 好 那重點來了 這張卡片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就來講 如果你們剪掉 從裡面抽出來是完整的東西 柯文哲都沒用過 一定會有什麼 給大家看 一定會有所謂的 這一張很重要 除了使用說明書之外 就是這一張 這張是什麼 Recover Seed Cards 就是要你記錄你的所謂的 這個所謂語助詞 還有這個所謂密碼 大家看到有1到24格 1到24格 每一個其實有5個號碼 所以總共一組密碼 一個密碼有多少個 有120個數字 對 所以 那誰記得住 對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大家說這張卡片搞丟 怎麼辦 沒關係 這張留著最重要 所以重點不是這張卡 沒有人把密碼寫在紙上的 不見得怎麼辦 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寫在紙上 因為之前大家流行這個時候 很多人會把它拍照寄在手機 或者是把它弄到筆記本 結果呢 駭客就會駭到你在手機裡面 同時發現 你的這個所謂你記錄的密碼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侵入你的錢包 你東西都被偷走了 所以所有的所謂 不管大家看到什麼加密貨幣的錢包 都會叫你記在紙上 所以紙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說減掉 如果只是陳盧這個陳志涵說 沒有啦 只是紀念品 我跟你講 一定裡面會有這個卡 你覺得檢方有那麼白癡嗎 對 那我們從 有像陳志涵講的 只是拿到這個 然後就是說我們找到的 客戶只有冷錢包 而且我們用 檢方會那麼白癡嗎 我們用媒體揭露的資料來看說 找不到有密碼 所以可見這張卡 就是這張就是不見了 那另外我要講 這絕對不是普通的卡片 所以陳志涵為什麼突然間承認了 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是他是透過媒體的方式去做篡證 我覺得這機會非常大 因為我們來講到錢 這件事情 理財的部分 我相信 我真正相信 我真的認識橘子 因他的能力 他對這個真的是一竅不通 但是他有可能 如果說是你就算了 你就有可能幫他處理 我要卑微地說 本人有玩什麼NFT加密貨幣 全部賠錢 但是誰最厲害 跟我們一樣 邱玉凱 幸好我都沒有玩 誰最厲害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聽長輩的話 上次張藝善叫我去下載什麼 跑步就可以賺錢了 那個是亂講 都賠錢 沒關係 你有變瘦就好 好 另外我要講 小凱 小凱 橘子有沒有能力 有 他有能力什麼 柯文哲交給他這張 叫他跑 他就有跑 所以他有跑的能力 他有拿著東西跑掉的能力 但他有沒有去設計這整個人錢包跟金流的能力 我認為他毫無能力 大家知道二零一八年六月份的時候 張藝善是忙組織 誰是忙所謂的文宣跟數位網路的部分 那個人就是邱玉凱嘛 所以我必須講 因為邱玉凱從來沒有用網軍攻擊過我 所以我是有武德的人 我認為他絕對是一個 網路 科技 金融 數位都非常懂得一位男人 難得的人才 所以我認為如果大家問我說 橘子有沒有可能 我反而覺得在設計這個流程不可能 但帶走這個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有可能 但是設計了這個 我覺得還是邱玉凱 比較像是專家 該不該傳邱玉凱 他現在人究竟在哪 不要一直問我 因為黃國昌 主席跟他說過 黃國昌今天說了一個很奇怪的謬論 他說你們要找橘子 你們應該去問名嘴 本人在這邊告訴大家 我從來沒能夠聯絡上他 我想請建議檢調 找這個黃建義跟林冠年 以上